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咱们该怎么样给它实现出来 其实咱们的这个代码是在咱们之前 就是说咱们上篇已经更新了一个CFAR图像分类任务 咱们是照着咱们上篇那个图像分类任务 在这个基础上稍微改一改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架构给它搭起来 那么首先咱们还是来看一下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个模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 首先这是咱们的一个数据的输入一个data层 这个data层来了之后先让它通过一个卷积层 也就是说先通过一个convert层 convert之后让它再去通过一个软路函数 软路函数之后再让它来一次pooling pooling完之后咱们就给它进行一个全连接一个FC层 FC层之后咱们就让它得出来一个socker值 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网络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来说就是相比于咱们之前讲的神经网络的结构 比它多了一层卷积层多了一层迟化层 仅此而已 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咱们要完成这个网络 咱们需要先初始化一些参数 首先咱们需要指定就是说咱们输入的大小是多大的 在这里咱们还是用那个CFAR数据集 所以说它的大小是一个3乘了32再乘了32的 然后呢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指定你的filter吧 比如说包括了这个filter个数 就是说通过卷积完之后啊 你想得到多少张特征图 在这里呢我列了个32 其实啊这些参数都是大家可以空的啊 你写成16啊写成8啊等等 写成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的 咱们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指定一个filter的size 这个filter的size啊就是说咱们要计算的那个窗口是多大的 这个隐层呢就是说咱们还有全连接层吧 全连接层的神经典的个数最终分类的个数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处置化的时候啊 咱们要让处置化的参数小一些 小到多少啊值得富三自备 REG呢就是等于咱们这个正则化惩罚项啊 咱们注意这点有一个D-type D-type的意思呢就是说咱们接下来啊 要把咱们所有的值啊给它转换成一个float32的形式 为什么转换成float32呢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就是说无论是cafee啊 还是tensorfloat啊很多的深度学习框架 都会先把你的值啊转换成一种float32的形式啊 这一点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大家以后在做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这一点 咱们一般情况下是用这种float32来表示咱们的数值了 然后呢第一步啊 咱们要把咱们的参数进行一系列的数值化吧 咱们用哪些参数啊 有这个w1w1是什么 w1是不是说它是跟咱们这个卷基层相连的 也就是对应于咱们刚才画的图这里啊 就是说这一块是个w1 然后呢注意一点啊就是说软路和conver之间啊 它俩是没有参数的 pooling和软路之间啊也是没有参数的 咱们只有卷基层和全连接层之间啊 它们之间是有参数的 然后呢这块咱们有w2 这块有w3啊 咱们一共有这样三组全种参数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通过全向穿播还有反向穿播啊 把咱们这个w1还有w2w3啊 把它们最优的一组参数啊给它求出来啊 就完成了咱们的这个小代码练习 首先啊咱们进行处置化 处置化咱们要对w1bew2b2w3b3 都进行一个处置化 其实呢这些处置化的方法啊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都是先是numpi.random.dn啊 就是说咱们先处置出来一个值 然后呢让这个值啊再乘上一个widthscale 让这些值啊都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上 跟咱们之前啊讲那个神经网络的案例啊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让b值呢直接就等于一个零处置化啊就可以了 其实啊重点在哪啊 重点就在于咱们在计算loss 以及在计算这个反向传播的过程吧 其实啊前向传播都很简单 唯一有一点难度啊就是咱们这个反向传播的过程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嗯这些咱们就不说了 这些就是说先把咱们的参数啊都拿到手 然后呢咱们比如说这里啊 咱们定义了个字典啊 就是说咱们卷积的参数啊写成一种字典形式 咱们stread呢取的是1的 然后呢这个pad啊 pad是根据咱们stread来的啊 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值的设定 就是说pad通常怎么取啊 通常让咱们的这个filter size啊 减1再处上2 哎大家认为啊这个pad是比较合适的一种选择啊 也是一种经典的选择 然后呢对于直话参数啊 咱们就拿一个更经典的啊 就是说长宽都是2 stread也是2 这种pool里啊咱们来做这个事 第一步咱们干什么 第一步是不是说咱们要先进行一个前向传播啊 我们看这里啊 咱们一会儿再进到代码里 咱们先把把这个整体的结构啊 整体的逻辑先说完 第一步呢就是说先通过conver 通过conver完了通过软路 软路完了再进行一个pool啊 看这是三个的合体吧 他们三个先进行一个forward 完成了咱们第一层的结构 第一层结构完了之后呢 是不是有个全天阶层啊 全天阶层再前向传播一次 全阶层前向传播完一次之后啊 是不是说咱们还要算一个得分值啊 算得分值的时候再前向传播一次 这就完成了咱们整个网络的一个前向传播的过程 前向传播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反向传播了 反向传播咱们就是通过这个softmax 咱们是通过这个softmax啊 得到最终的一个分类结果 咱们先啊算一个softmax这个data loss 以及呢softmax啊 对这个对softmax这层啊 咱们可以先求一个梯度 求这梯度啊用discore来表示 然后下马就是说 接下来是先有两个全连接层 然后再有一个咱们的这个convert层吧 也就是说咱们这里 这三层梯度啊分别是对应着这个w3w2还有w1的 先对先去求这个w3的梯度 再求w2再求w1啊 咱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进行求导 求导完之后啊是不是可以进行参数的更新了 参数的更新等于啊就是说这里 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 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个正则化惩罚项啊 正则化惩罚项就是1分之1w方吧 2分之1w方求完导之后啊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w了 对于dw1要加上正则化惩罚项的系数 乘上w1啊dw2加上正则化惩罚项的系数啊 乘上w2dw3啊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最后啊咱们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梯度啊 咱们就要把这个梯度啊给它算出来 要把这个对于w1来说呢 它的dw1dw2dw3以及呢这个db1db2db3 把这个w和b啊 它们的一个梯度值给它算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值啊怎么算呢 咱们就拿这个代码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咱们在算这个卷积啊和齿化的时候 它的前向传播还有反向传播啊 咱们怎么样用代码给它算出来 关于全连接层的操作啊 咱们之前在上篇刚更新完那个 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啊 就是说全连接层咱们怎么样计算 这里呢咱们就不再去说全连接事了 咱们就主要来说一说这个卷积还有齿化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首先啊咱们要计算的是这个卷积层的一个前向传播 在计算卷积前向传播的时候啊 咱们需要先拿到一些卷积的参数吧 比如说你的一个不成 你的一个拍定像对吧 咱们需要先把这些东西拿到手 咱们还要拿什么 咱们是不是还要拿一些输入 还有咱们的这个filter的一个size啊 也就是这个x的shape 还有这个w的shape 我们看这个x的shape是等于nchw n代表这是当前样本的个数 c呢代表的是当前输入的一个channel channel就是说当前的输入 如果说它是一个输入来说 它的通道的个数 如果说它是特征图的话 它特征图的个数 这个h和w呢 这点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咱们图像的一个大小 对于咱们这个filter来说啊 它也是一样的 filter的个数 然后filter的层数 filter的h filter的w 咱们需要先把这两个参数啊 给它找到手 然后呢有了咱们这个卷积啊 还有这个filter的参数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在做卷积的时候啊 咱们加了一层piding的操作啊 也就是说咱们在原始的图像周围啊 先加上那么一圈 或者说先加上那么两圈零啊 咱们先把咱们这个原始输入是x吧 咱们先对x进行一个piding的操作 进行piding的操作呢 咱们就是说在周围啊 简简单单的加上那么两圈零 这个很简单 np已经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啊 也咱们就直接拿用了 np.pad 咱们就会直接加上这么一圈 或者两圈零 加完了这个piding像之后啊 咱们要算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要算一下 咱们最终想要算什么 咱们最终是不是说要算一个dw啊 咱们是不是得知道这个dw 它的一个大小是多大呀 不是说dw大小 咱们是不是啊 就是说前向穿播完之后啊 咱们要算一下这个输入之后啊 它经过卷积转之后 它得出来的那个大小是多大啊 不是咱们的dw啊 刚才说错了 是这个h6还有w6啊 就是说咱们图像吧 画一下吧 这是图像吧 咱们经过一层卷积之后啊 比如说一开始 它是一个32x32的 那么很有可能啊 它经过一层卷积完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28x28的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计算出来 这个28x28底边的每一个值 那么首先呢 咱们就先要把这个28x28 它的一个骨骼给它定出来吧 那么它的骨骼 就是这个h6还有w6 这个公式呢 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咱们的h或者是w啊 它俩都是一样的 h或者w加上二倍的拍电像 减去filter size啊 再除上strate最后再加上这么一个1 咱们就能得到这个h6还有w6了啊 咱们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把咱们的卷积完之后的一个结果大小先算出来 有了一个结果大小之后啊 咱们让这个out 就是咱们经过完卷积之后的一个结果 让这个结果呢 就等于咱们的这个刚算出来的这个h6和w6 前两位还是一样的 我们看算出来是个特征图吧 特征图它是先是一个n啊 就是说n代表着咱们的图像的个数嘛 图像的index f呢代表着你特征图的个数 这个代表你特征图的长 这个代表你特征图的宽 好 咱们做完了这些处置化的操作之后啊 咱们接下来就要实际的去算一下 咱们的这个out里边这个值啊 咱们都等于多少 咱们都等于多少